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短时间内给您做出最专业的回答 那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本期节目都给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颅腺癌患者不断增加 给我们的生活和健康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很多人等到病情加重了才发现是得了乳腺癌 这种情况让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落了下风 为了能够及时对乳腺癌做出反应 要对乳腺癌的症状表现有所了解 清楚它的表现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检查治疗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乳腺癌知识绿皮书 吉林人群应警惕乳腺癌 一 经常使用含有外源性雌激素产品的女性 乳腺癌与人体内分泌平衡失调有关 最重要的是雌激素 孕激素 现在市场上很多女性保健品 化妆品等 都含有一定量的雌激素 如果经常使用或者是使用过度 可能造成乳腺导管上皮细胞增生 甚至是癌变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乳腺癌防治宣传院 在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谈到过乳腺癌的话题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经常听医生提到过 乳腺癌检查的第一只手就是我们自己 那么从乳腺癌目前的发病统计来讲 它有没有年龄的划分呢 乳腺癌是否存在着高发年龄和异患人群呢 高福智 主任医师 教授 医学博士 长春肿瘤医院卢甲外科主任 从事普外科工作三十余年 擅长甲状腺癌根治术 乳腺癌根治术 薄乳手术 乳腺微创手术 其复杂的再次手术 甲状腺微创手术 一般来讲就是说四十五岁到五十是一个年龄段 六十岁左右是另一个年龄段 一般乳腺癌的大家比较工人的是有两个高发年龄段 北京市呢就是经过十五年的研究统计 他们做一些这个统计研究最终了好多病人 就是说这个统计还是四十五到五十是一个高峰 六十岁是个高峰 六十岁左右是个高峰 就两个高峰 这个呢确实是我们也遇到过二十四岁都有得的乳腺癌 但是这个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个原因呢因为乳腺癌的原因还是很多的 它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讲起来比较多 一般呢就是有一些乳腺癌的好发因素 有包括有家族史的啊 包括德哥一侧 栗子侧也容易得啊 包括呢就是月经出潮比较早 走得比较晚的 还有一些就是地环境因素也有区别 在我们接到的热线电话当中啊发现有很多患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希望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科普一下正确的知识 有的女性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偶尔会出现乳房疼痛的感觉 有时候呢还会触摸到肿块 那么这种疼痛感和肿块究竟和乳腺癌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呢 就是乳腺疼痛啊最常见的还是乳腺增生 这个呢乳腺增生呢咱们呢有分生理性增生和病理性增生 那生理性增生就像年轻的就是一些女性比较常见 就是她在月经来的时候乳腺脏痛 月经走了以后这个疼痛就减轻了 这个属于生理性的乳房也没有包块什么的 还有一些病理性增生呢 就是乳房有一些囊性增生 它这个呢就是说 这个囊性增生呢就是说现在咱们和国际接轨 因为乳腺增生的叫法比较多 咱们和国际接轨现在都叫囊性增生 这个囊性增生呢有一部分病人 像和民不点性增生呢 这个和乳腺癌呢有一定关系 将来发展下去 但是呢比例也不是很高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提到了 医生通常将患者呢 称为乳腺癌检查的第一之手 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 乳腺癌都是由患者自己发现的 那有的时候啊感觉到疼痛 那有的时候呢会触摸到硬状的包块 那乳腺触摸到硬状的包块 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些乳腺吧就是说乳腺癌呢 摸不到乳腺的肿块 因为像乳腺能摸到乳腺肿块呢 一般都是达到 临床都得达到一厘米左右 有些乳腺肿块呢很小摸不着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 它是不以乳腺肿块给首先出现 像有些乳房一夜的病人 特别血性一夜的病人 它10%呢就是合并乳腺癌 但它一般大部分都是乳管的乳酥状流引起 还有一些呢是隐移性的乳腺癌 就你临床上呢 你就摸不到的肿块 它是以转移的症状 或者叶维利巴结转移 或者其他远路转移而出现的症状 还有一些呢像炎性乳腺癌 它刚一开始呢就是乳腺出现红肿热痛 刚一开始乳腺泥满腺增大 也摸到明确肿块 还有一些就是临床上 有些也摸到肿块 但是它通过一些辅助检查 包括我们木把呀核磁 能发现一些局部的钙化 局部的钙化就是有些钙化呢 就是说它不推称性的 帮身乳管扩张啥的 结构扭曲 这可能是乳腺癌的早期症状 但是它也摸不到肿块 每年的10月份 都是世界乳腺癌的防治月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了解呢 也变得逐渐清晰了 做好正确的预防 最大限度地避免疾病的出现 才是应对问题的最优方法 那么在生活当中 当乳腺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时 是在提醒我们 应该警惕乳腺癌的发生呢 乳腺癌呢就是像我刚才说 一个有家族史的病人要定期复查 还有一个就是说乳腺 自己发现肿块了 因为我们说乳腺嘛 大部分乳腺癌 还都是自己发现的 乳腺呢我们强调就是说 首先是自己自查 一般都是在月经七到十天以后 在洗澡的时候啊 在睡觉的时候啊 自己摸摸乳腺 并利用这个四指平摸 看有没有包块 另外呢看看乳腺 挤压乳腺 有没有乳头一夜 还有就是呢 也是年龄像超过三十多岁以上了 也得定期检查 一个到医院检查 一个呢就有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些辅助检查 我们把医生检查作为乳腺的第二只手 像辅助检查就是第三只手 像一些也有些乳腺 像局部乳头啊 有些那个像一些那个湿疹啊 糜烂啊 那我们也 也就是或者乳头的内眩呢 也可以考虑是不是乳腺癌 因为它乳头又改变了 一些早期症状 但是你像摸到肿块的呢 往往它有的时候 不一定早期 除非非常小的 它发现肿块 那可能是早期 如果防出现硬块吧 这个好多疾病可以出现 就是不是恶性的 它就可以出现了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乳腺增生 乳腺增生呢 就是它可以摸到 颗粒状的一些硬块 但是这个乳腺增生呢 咱们大部分是生理性 也有些病理性的 但是这个肿块呢 就摸起来呢 就是说像颗粒状感觉呀 但是它肿块不大呀 还有就是乳腺咸味腺瘤 可以摸到肿块 但这个肿块呢 一般都是好发现年轻女性 它这个肿块呢 比较活动度比较好 一般都是良性的 和此一处分泌旺盛比较有关 还有些肿块呢 就是说我们学乳腺炎 乳腺炎也可以摸到肿块 这个乳腺炎呢 可以是就是说 在肿期发生的乳腺炎 也可以在就是非肿期发生的乳腺炎 每年的10月是乳腺癌防治月 并用粉红丝带 作为乳腺癌防治活动的标志 传达及早预防 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的信息 据调查发现 平均每30人中 就有一人患有乳腺疾病 并且每年以3%到4%的增长率 急剧上升 面对这个惊人的数据啊 很多女性都是痰疾色变 因此了解和关注乳腺疾病 势在必行 乳腺发现肿块 很多患者会在无意之间 发现自己的胸部有肿块 但是却不会在意 提醒大家 在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要注意起来 乳腺肿块多是单发 表面欠光滑 而且质地很硬 边缘的部分有不规则情况 大多数的乳腺癌 都有无痛性的肿块 只有少数的人 会有刺痛情况发生 观众朋友们 本期节目呢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正值世界乳腺癌宣传乐 我也想啊 在这儿给大伙 借这个机会呢 多进行一些 乳腺癌的基本知识普及 毕竟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正确的预防 与及时的发现 才是重中之重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